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GPI同比与上月持平 环比上涨0.2% 当中食品价格暗年下跌了3.2% 主要是去年同期食品对比价格走高所致 猪肉价格暗年下跌了22% 羊肉和食用油价格降幅都有扩大 水产品和鲜果价格则优升转跌 非食品价格涨幅则比8月份扩大了0.2% 到了0.7%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就是PPI 则同比下降了2.5% 环比上涨0.4% 另外 据路透社引述四名匿名消息人士称 中国首次发出通知 明确要求境内券商和他们的海外分支 不可接纳内地投资者新开离岸交易账户 而既有的内地投资者账户的新投资也需要严格的监控 以防止投资者绕过中国的外汇监管规则 今天香港股市是大跌 好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 巴以局势迅速恶化 以色列国防军13号要求加沙地带北部的所有巴勒斯坦人 应该在24小时内迁移到加沙南部 并且在前一天通知了联合国 联合国认为此举将会造成毁灭性的人道危机 分析指 以防可能是为了对加沙开展地面攻势做准备 以色列军方13号通知加沙城的居民向加沙南部撤离 称准备在加沙城开展军事行动 只有接到以军许可后才能返回 还警告加沙地带的居民 不要靠近于以色列边境隔离墙附近的区域 联合国发言人迪亚里克12号表示 联合国驻加沙官员于当天 晚些时候接到以色列军方通知 要求将所有在加沙地带北部 及加沙河以北的人撤离到加沙南部 迪亚里克补充道 这相当于大约110万人 接近加沙地带人口规模的一半 联合国认为此举将造成毁灭性的人道危机 并正在解决这个问题 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埃丹 对联合国的反应并不满意 称联合国应谴责哈马斯 全力支持以色列行使自卫权 哈马斯方面对以色列下达的撤离通知回应称 以军在散播虚假信息 目的是引发加沙民众恐慌 损害加沙内部团结 哈马斯敦促加沙地带北部居民 不要参与撤离 不过路透社发布视频显示 联合国驻加沙城的工作人员 13号早晨驱车离开加沙城 向南部行事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13号发推文表示 已经完成迁移工作 将持续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支持 并呼吁以色列当局配合联合国 保护避难处的所有平民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针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强烈呼吁以色列取消 对加沙北部居民的驱逐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3号表示 支持联合国为避免事态 进一步升级和蔓延 维护国际人道法 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政府中东问题测试 翟骏也同沙特外交部 有关负责人通电话 称中方愿推动国际社会形成合力 开展公正调解斡旋 避免巴勒斯坦 特别是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恶化 中方注意到古特雷斯秘书长的有关表态 对巴以冲突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感到十分痛心 对冲突可能进一步扩大 深感忧虑 中方反对任何杀害平民 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支持联合国为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和蔓延 维护国际人道法发挥重要作用 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防止冲突进一步扩大 避免发生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中方将继续为此做出最大努力 俄罗斯总统普京13日表示 如果以色列向加沙地带发起地面进攻 将会给冲突各方带来严重后果 俄罗斯愿做调停巴以问题的调停人 普京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 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时 谈及巴以冲突 普京指出 已经听说准备发起地面行动的计划 不过加沙居住着将近200万人 造成平民伤亡的行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目前最重要的是制止流血事件发生 普京并且表示 巴以冲突是很大的悲剧 是美国政策失败的结果 现在需要的是早日实现停火和稳定局势 俄方愿与所有有建设性想法的伙伴进行协调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3日在约旦首都安曼 分别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还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会谈 美国国务院表示布林肯在与约翰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会面中讨论了哈马斯上周发动的袭击 还谈其在寻求武装分子释放人质以及防止巴以冲突扩大上的努力 阿卜杜拉二世则强调 需要开放人道走廊向加沙地区提供医疗援助和救济 同时保护平民和努力防止冲突升级 布林肯之后会见了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但未公布会谈细节 约旦是布林肯中东之行的第二站 他前一天访问了以色列 旨在寻求避免巴以冲突扩大 同时承诺全力支持以色列 举悉布林肯之后还将前往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 埃及和卡塔尔与领导人会晤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他的推特上这样写道 布林肯会见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 就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的时候 重申哈马斯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 就是这个巴勒斯坦的政府 自治政府他是在西岸拉姆安拉 那么阿巴斯总统呢 他是巴勒斯坦的应该是巴勒斯坦人民的领导人 如果建国的话呢 他就应该是一个总统 如果经过选举的话 现在应该是准总统 那么现在呢 在国际格局处于大变局的背景之下 哈马斯和以色列之战震撼了中东和全球地缘政治形态 人们越来越担心 以哈之战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冲突 那么区内外主要国家现在都急切地交换信息 判断局势 协商如何控制这个局面的恶化和蔓延 可以说一场国际外交大斡旋正在展开 就连沙特和伊朗的领导人都首次通了电话 就是说这个王储 这个穆罕默德 还有这个莱希 这个总统 我们知道沙特和伊朗 是阿拉伯逊尼派和什叶派的重量级国家 其实伊朗不是阿拉伯 应该说是穆斯林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的重量级国家 他们断交已经七年 直到今天三月 才在中国的斡旋之下恢复了外交关系 那么还有土耳其 埃及 卡塔尔 这些重要国家 也正在与美国拜登政府联系 联络 同时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激进派给进行对话 布林肯与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之后 又访问了约旦 他是在约旦首都会见 约旦国王的同时 之后也在约旦首都会见了阿巴斯 看来这个巴勒斯坦总统 他现在就在约旦 还要访问沙特 阿拉伯 阿联酋 还有埃及 卡塔尔 这些重要国家 布林肯穿梭外交 一方面是要争取人之祸事 另一方面 也要巩固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 用普京总统的话说 这起事件的爆发 是美国中东政策失败的 一个明显的案例 那么在美国国内 特朗普等共和党人 也炮轰拜登政府 中东政策失败 所以这次 如何铲除哈马斯 这个行动 成败不仅关乎以色列的政府 也关乎美国的地位 甚至全球秩序 那么 如果行动成功 可能会加强美国的地位 如果不成功的话 那就显示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的能力 也是进一步的衰落 所以拜登政府要做什么和怎么做 已经成为美国和全球政治的焦点 那么再说伊朗 不管伊朗是否直接参与 但这次哈马斯袭击事件 在大背景中都与伊朗不关心密切 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布林肯第一事件就表示 没有证据表明伊朗参与其中 内塔尼亚胡在全国广播中 也没有提及伊朗 这也反映出 各方都不愿把此事升级到 地区强国之间的战争 我们知道与乌克兰战争不同 如果以色列和伊朗开战的话 美国就必须介入 那么如果真这样的话 后果就相当严重 美国很担心俄罗斯介入 当然我觉得莫斯特是 不会想介入的 他最好就是坐收余力 当然了哈马斯也很想把伊朗拖进来 那么如果以色列占领加沙 哈马斯不是在贝鲁特负责人说吗 说如果以色列占领加沙 那么伊朗和珍珠党就会加入战争 但以色列肯定要攻加沙 到时候伊朗会不会身不由己呢 这个确实是很难说 另一方面区内外相关的国家 在这次危机中如何展示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也会加强他们在未来格局中的权重和地位 所以都在打各自的算盘 总而言之 目前的形势从各种意义上说 也可以说是一个新格局的开始 看另外一则新闻 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13号抵达以色列 特拉维夫会见政府高级领导人 奥斯汀乘坐军机抵达以色列 以色列防长加兰特亲自到机场迎接 奥斯汀是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后 两日内第二位访问以色列的美国高级官员 奥斯汀计划与总理内泰尼亚胡 防长加兰特以及以色列战事内阁官员会晤 据随奥斯汀出访的国防官员表示 奥斯汀想强调美国对以色列人民坚定不移的支持 重申美国致力于确保以色列拥有 保卫自己所需的一切 据悉奥斯汀近日几乎每天都与加兰特通话 并指示美国舰艇 情报支援和其他资源 迅速转移部署到以色列和相关地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你看美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前后脚 都到以色列去 肯定可以 这就是反映出中东战争和美国是非常有密切的关联 现在美国的福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 已经到达了地中海的东部 这个打击群的力量是相当强的 通常一个航母本身就有舰载机连队 包括40架战斗机 那么还有呢 一个编队里边 还通常配备巡洋舰 还有什么驱逐舰 包括大概500个导弹垂直发射桶 发射井 那么然后呢 现在美国国防部又宣布 阿萨哈尔维尔号也在死往这个中东 如果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到这个中东地区的话呢 那就说明这个美国是不断的向地区的国家 进一步的释放信号 说它是认真的 向谁释放信号呢 我想主要是向伊朗 也向其他的国家 这个来发出警告 不要介入这个伊哈战争 可见呢 美国确实把以色列的事啊 这个视为自己的事 和自己确实是未来是命运攸关 为什么呢 因为以色列是美国中东利益的代理人 所以这个美国的前海军部副部长 罗克普希 我看他在这个华尔街邮报上写文章啊 说这个以色列这次这个成败与否啊 对美国至关重要 因为他说这个以色列是中东最强大的军事战略参与者 其实就是美国的这个代表嘛 说如果胜利的话呢 那么这个这个美国啊 就会这个以色列就会为美国提供适合大国冲突时期的 真正中东联盟的基础 进一步的激励和阿拉伯国家这个和好 如果失败的话呢 那就不堪设想啊 那就意味着犹太国家解体 而海湾的阿拉伯人呢 将迅速采取行动填补这一针空 在那个时候呢 美国就将被迫花费大量的鲜血和财富 来维持它在欧洲和中东的影响力 当然了 这个这个还前海军部副部长 罗克普希他说呢 其实美国呢 现在不需要运用实力 只需要展示实力就可以阻止另一场欧亚边缘地区的战争 那么把中东稳定了 其实呢 美国是想稳定这个欧洲 还有这个印度洋 同时呢 当然这个前海军部副部长呢 他说他要制止 要制止这个俄罗斯的介入 他说呢 要防止中国的机会主义者 就怕中国抓住机会 这美国总把中国现在看成了一个这个包袱 现在请看凤凰威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媒体新闻 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吕明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 13号在北京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伯雷利共同主持第12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 针对伯雷利访华前 对媒体表示希望中国不要用中美竞争关系角度 看待中欧关系 王毅表示 中国始终认真对待欧盟 发展中欧关系 不会受到第三方的影响和干扰 作为欧盟外交政策的负责人 伯雷利的访华行程两次推迟后终于实现 王毅周五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伯雷利 并向他展示了中国媒体报道他访华的报纸 其中有新闻标题是 希望伯雷利的来访 好饭不怕晚 伯雷利出发前对媒体表示 希望中国不要用中美竞争关系角度 看待中欧关系 并期望中国更加认真的对待欧洲 王毅在开场白中对此做出回应 中国始终是认真对待欧盟的 始终是高度重视欧盟的 始终认为欧盟是这个世界上独立的 一支力量 多计划当中的重要的作成部分 而不是什么人的附庸 中方一贯是从中欧关系的内在逻辑 来推动和发展中欧的全面战略伙伴 我们也不会受到任何第三方的影响和干扰 乌克兰危机 巴以冲突仍在持续 王毅说世界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 中欧都面临发展与改革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强调通过战略对话 树立正确认知 避免误解误判 为年底前预定的中欧领导人会晤 做好充分准备 伯雷利也表示 峰会务必取得具体成果 近期中欧经贸紧张关系升温 伯雷利重申 欧盟无意与世界隔绝 中国格局 今年是中国和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二十周年 九月以来双方的高层交往也更加的频繁 在数字绿色经贸等领域达成了一系列的成果 伯雷利也表示 中欧在追求稳定和建设性的双边关系上 有共同利益将致力于以最负责任的方式处理双边关系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美国国会任命的一个跨党派委员会战略态势委员会12号发布报告表示 美国必须扩大距离加强盟友关系 加速推进核武器现代化 为可能与中俄两国同时爆发的战争做好准备 这份长达145页的国会报告指出 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将在2027年至2035年间变得更加显著 因此美国需要现在做出决定 做好准备 从而确保实现威慑和战胜中俄两国 美国民主党籍委员会主席 美国能源部国家核安全管理局前局长克里登 共和党籍委员会副主席前参议员凯尔 在报告序言中说 尽管美国当前财政现实情况不佳 但美国政府必须加大投资应对所谓危机 报告指出 为期30年段美国核武器现代化计划 于2010年开始预计到2046年将耗资约4000亿美元 计划升级所有弹头 运载系统和相关基础设施 此外 报告还建议美国政府在亚洲和欧洲部署更多战术核武器 增加原计划生产B21隐形轰炸机 以及新型哥伦比亚籍核潜艇的数量 报告还呼吁加强美国盟友常规部队的规模和准备 俄罗斯方面本月6号表示 俄罗斯联邦杜马议会将讨论撤回批准全面禁止核实验条约 专家认为 一旦俄罗斯撤回有关承诺 可能引发新一轮核武军备竞赛 美国战略态势委员会由美国国会2022年成立 由6名民主党人和6名共和党人组成 旨在评估美国国家安全威胁 并就改进美国常规力量和核武力量提出建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刚才我谈到了美国的这些政治家政客 特别是保守派 那么他们在谈国际形势的时候 国际局势的时候 凡是谈到俄罗斯 总是要带上中国 把中国和俄罗斯就绑在一起了 就混淆中俄之间的差别 那么刚才我说的那个 美国的前海军部副部长罗克普希 在谈到中东问题的时候 是一方面说要防止这个俄罗斯介入 同时呢还说要防止这个中国抓住机会 说叫机会主义嘛 倒不是说中国 他在心里边把中国当作包袱 应该更大 叫当作压力 当作一个挥直不去的一个 这个这样的一个压力 所以说呢 他们现在动不动就觉得 这个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开战了 那么中国肯定和俄罗斯呢 是同样的思路 或者说同样的一个价值观 或者是这个同样的一个世界观 对这个世界看法 其实呢 他们不了解中国 中国是中国 中国和俄国人是不一样的 中国人的文化 中国人的思维 中国人的逻辑 中国今天经济政治方面的这个路线方针 做法 政策 其实和俄罗斯很不一样 但现在呢 这些政客混淆中俄之间的差别 故意制造紧张舆论 总是把中国和俄国绑在一起呢 是有自己的 一些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可以这样说 这个 讲什么事情 都要谈中国 就是因为呢 他们想把中国作为 他们美国 作为世界霸权 作为世界领导者的一个挑战者 确实老实说 俄罗斯没有这个能力 俄罗斯是一个破坏者 中国的是一个建设者 而美国人有的时候 他未必怕破坏者 他很怕建设者 你建设起来了 你崛起了 那么正好就和美国呢 就形成一种力量对比 所以说呢 在这个 把中国和俄罗斯总绑在一起呢 有的时候老实说 是污名化中国 就好像这个伯雷利 这个在访问中国之前 对《南华早报》说的 他说我们不完全相信中国的中立 他总觉得中国 是一定会帮助俄罗斯的 其实中国呢 是从历史经纬 从整个的这个全局 特别是从中国自己本身的立场 观点 还有这个观念出发呀 来看待这个世界 所以说呢 美国这些人呢 混淆中国之间的差别 总把中国绑在一起呢 这个其实呢 是应该让我们解惕的 同时呢 应该不给他们这种机会 看另外一段新闻 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的磋商机制 16轮磋商呢 13号在扬州举行 就两国间涉海事务深入交换意见 中国外交部编界于海洋事务司的 事务司的司长洪亮和日本外务省 亚洲大洋局局长年薄行共同主持 双方分别举行了全体会议和海上防务 海上执法与安全 海洋经济三个工作组的会议 就两国间涉海事务深入交换意见 中方阐述了在东海 钓鱼岛 南海 台海等问题上的立场 敦促日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安全关切 中方并对日本排放核污染水表示强烈不满 要求日方回应国际社会 特别是周边邻国正当的合理关切 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同学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周同学时间再会